那這個我們抽象理論我們就講少一點 我們從那個幾則典型人路呈現歷史普遍性 來舉例來說明 那怎麼結合那個人路的個別性跟普遍性 我舉這個例子是 大家很熟悉的人路 韓信 其實它背後是反映一個專制帝王 跟一個大工程的矛盾 這樣矛盾就是有普遍性的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談到 韓信是一個很特殊的人 他跟劉邦之間的關係是有普遍意義的 一個結構性的矛盾 韓信帶兵大概在歷史上 很少看到他這麼會帶兵 那個劉邦自己講 連百萬之君 戰必勝功 不必取 無不如韓信 其實比不上他 其實劉邦整個天下都要打下來的 取三勤 就是舊的勤果的本部 關中地區 滅味 韓 照 戴 冤 齊 最後指揮 該下會戰 就整個劉邦的天下都是他打下來的 名傳的毛克文就是說他是兵仙 我們有師仙 里白 有九仙 有什麼仙 甚至玩蝶仙 什麼仙 但他是兵仙 他所謂兵仙就是說 他作戰 他都不是一種攻堅的作戰 這不是發揮很大的力氣 正面的對決 這樣的作戰 而是活用兵法去曝露敵人的弱點 然後很輕鬆就把對方打垮了這樣 或者他可以每次打戰完他都還會更壯大 他應該還可以整編敵人的力量 編自己的力量 吸收敵人的力量 比如說取三勤 因為劉邦被封到關中跟巴蜀 被象羽封到那邊 他要取三勤做他的根據地 就救了勤果的關中地區 所謂明修 戰道 暗渡 陳昌 這是他的戰略 現在這句話都有不同的用語 我們說陳昌 暗渡 就報紙上寫那個出軌了這樣 但是當時是 實際上是這樣 就是他劉邦進入漢中的時候 經過秦嶺 秦嶺上面有很多戰道 戰道就以前那個工具不發達 他必須很堅硬的山路 開不出路來 他就打進一些木頭底下做一些支撐 再鋪一些柴草 所以他把戰道燒掉了 燒掉是鬆懈向雨的戒心 所以我們要回去爭天下的企圖心 變你自己發展 那現在要經過秦嶺 要經過戰道 到關中 他就在那邊修戰道 引誘敵人在對外部署重兵 他去另外走一條路 從城倉這個舊的渡 舊的戰道 拖洗就成功了 很快就把山群拿下來 破衛是 魏王這個衛報在聖兵 浦板集結重兵在浦板這地方 設林靜觀 這都是黃河的渡口 那江西究竟 楊莊玉渡臨近 浮兵從夏陽與牧英佛渡河 未往衝出迎戰背虎 對方幾乎都沒有辦法把力量聚集在一起 就被他打敗了 這韓慶渡兵的地方 就是後來毛澤東那個長征渡河的地方 到山北渡河的地方 破罩是部下違反兵法那個背水陣 兵法裡面講說那個佈陣要 左邊有河流 右邊有山 這樣是最好的 這樣都有依托 他是用背水陣 後邊是河流 這樣是違反兵法的 因為這樣背水陣有個缺點 就是你打敗這樣 就全部全軍覆沒了 沒地方逃 但是他去利用這個背水陣 讓士兵覺得沒有退路 就奮力作戰 因為他用少數的兵力去打趙國 他有三萬部隊而已 趙國有幾十萬這樣 趙軍就空壁足利 大家覺得笑呵呵 結果韓信不懂兵法 就全部出動了這樣 清朝而出 韓信就以騎兵辭入趙國營壘 異漢赤子 漢的騎子是紅色的 趙國軍心潰伴 後來他們背水的那個水上軍 河邊那個軍隊 趙軍一直沒有辦法攻破漢軍 想要回營休息 傍晚回營休息 看他整個大本寧怎麼都失手了 這樣就全部整個士氣都崩潰了 二十幾萬大軍一下就崩潰了 這個背水陣啊 很有名的一個布陣 那最後的該下會戰 我們知道該下會戰以前 向羽已經大戰略上已經被包圍了 但劉邦因為韓信沒有來會師 劉邦還在固領這個地方打了一個大敗仗 就已經在戰略上已經形成包圍了 還打敗仗這樣 他就針對向羽擅長攻堅作戰的特性 這個向羽也是非常有能力的戰將 如果有興趣去看向羽本劇 作戰能力非常強 那作戰能力它跟韓信剛好相反 那是攻堅的作戰 找敵人最強的阻力決鬥這樣 那戰鬥力很強 他親自出動韓信吸引向羽的攻擊 然後示弱撤退 撤退的時候關鍵還能穩住正腳 我們知道部隊撤退的時候 有時候在西六花拉就虧不成軍了 你看那個飛水之戰就知道了 那個東進要求福建的部隊向後 空出一個地方戰場大家決戰 那福建覺得這樣不錯就撤退 撤退就擋不住了 那飛水之戰就這樣莫名其妙就結束了這樣 所以關鍵就是你撤退的時候 還能穩住正腳 那就這個統帥要有很高的指揮能力 很高的聲望 部隊不會崩潰 這樣撤退以後就穩住正腳 就形成翁中捉背三面夾擊的形式 該下會戰就這樣結束了 那個戲裡面都講那個相宇 巴黎山十面埋伏 這主要是這樣的一個戰略